乌克兰一个外交理嫩的国家 从13世纪开始 先后被蒙古人 扎尔曼人 奥斯曼土耳其人 甚至是立陶宛和波兰人反复蹂躏 可以说不是在被侵略 就是在被侵略的路上 真就是侄子喊人摸电门 输麻了 被霸凌惯了的小吴同学 苦思冥想 终于得出结论 咱们属于寡妇睡觉 背后没人呢 于是就想找个大佬傍身 1654年 当波兰再次拿着大棒 跑到家门口时 乌克兰领袖克梅利尼刺激 偷偷跑到俄罗斯 跟沙皇签订了卖身器 将蒂涅伯和左岸的东乌克兰 划归了俄罗斯 背后有了大佬称耀 小吴同学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惜投铁的波兰人 依然占领了西乌克兰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夹在苏德中间的波兰 被两大流氓打得满头是爆 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西乌克兰 也被苏联抢走了 至此整个乌克兰纳入了熊将的版图 但此时的东西乌克兰 已经属于葫芦娃找蓝精灵 玩不到一块了 所以以地涅薄荷为界限 东乌克兰人 基本说俄语 对俄罗斯有好感 而西乌克兰人 亲没亲欧 两边的人一直都不对付 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跟熊将分了价 老美把他当成了制约熊将的最好底牌 而熊将却一直想把乌克兰 作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地带 夹在中间的西乌克兰人 想要彻底摆脱熊将投入老美的怀抱 东乌克兰人却要摆脱乌克兰 要么独立 要么回归熊将统治 鉴于种种历史和民族矛盾 美俄之间开启了他们的极限拉扯 1991年 乌克兰独立后 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 成功当选第一届总统 听称位我们就知道 从主席变成总统 这就意味着老克拉夫要投靠欧美了 接着他摒弃了苏联的计划经济 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 可惜这位老同志立场改变的并不彻底 他依然坚信叶利钦的修克疗法 你要知道 作为苏联这个庞然大巫的第二位继承人 刚独立时的乌克兰 还是很有些家底的 结果市场经济跟修克疗法 齐了化学反应 乌克兰的经济从停滞变成了混乱 物价飞涨 货币贬值 一些政府高官还大发国难财 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腰身一变成了寡头 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乌国还销毁了分家时所得的核武器 以及一大批军事设备 此时的乌克兰真成了正月理解头 没救了 如果老克拉夫晚上抬个几十年 估计肠子都能毁清 老美为啥要打伊拉克 因为怀疑他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老美为啥不打朝鲜 因为他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乌克兰之所以能坐到谈判桌上 跟欧美谈条件 就是因为家里存着几千枚核弹头 结果乌克兰自费武功后 欧美那帮独子立马翻脸不认人 不但没有履行承诺 就连之前答应的贷款都开始带条件了 更让人气愤的是 他们不光要整你的军备 就连你国内的高端产业链也不放过 著名的航空动力沙皇 马达西奇公司总裁伯古斯拉业夫 曾对记者说 当他带着产品去法国参展和投标时 西方的航空制造商毫不客气的对他讲 你的发动机很好 但我们不要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产品不符合标准 那什么是标准呢 标准就是人道主义 环保主义 钻石的24种切法 不买钻石就是不爱你 只有法国香槟区生产的酒 才叫香槟等等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 你跟他讲道理 他跟你耍流氓 你跟他耍流氓 他跟你讲法治 此时的乌克兰只想说一句话 那就是邻居门口撒话叫 马了个逼的 2004年 乌克兰再次迎来大选 被欧美那帮独子坑了一道后 他们又想起了老东家的好处 这一次他们把亚努科维奇推了出来 亚努科维奇一向与熊将关系良好 被认为是亲俄派 熊将看到自己人上台后 那真是李奎兄前挂钥匙 嘿开心啊 可惜没多久 老美又整出了幺蛾子 他们出钱出力 组织乌克兰舆论 宣布大选舞弊 并发动上百万的抗议者 聚集在基辅市中心 一夜之间 数十万顶帐篷 被送至现场 建立帐篷城 造成城市瘫痪 在强大的压力下 宪法法院裁定大选结果无效 并在次年初重新大选 结果亲美派的优先科 以微弱优势胜出 再次夺回了总理宝座 这就是所谓的乌克兰第一次颜色革命 而老美属于82年的龙井 老绿茶了 他们在其他国家发动颜色革命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格鲁吉亚到吉尔基斯 这一手早已玩的是轻车熟路了 简单来说 只要民主选举出来的 不是我要的那个民主 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 有这样的搅屎棍在背后偷袭 乌克兰的日子就别想好过 有先科上台后 为了回报报名们 在政变中对自己的支持 将政府预算的80% 拿出来发钱做福利 结果国内因为政局不稳 加上滥发福利 乌克兰的经济成了大公鸡闹嗓子 别提了 经济水平甚至一度倒退到了苏联时代 此时的乌克兰彻底由当初的二爷 变成了二姐 欧洲子宫的外号也不进而走 于是到2010年 亲俄派的亚努科维奇 再次参举并获胜 老亚努把总统宝座坐视后 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亲俄活动 与俄罗斯谈判降低天然气的价格 还将熊将的黑海舰队 在克里米亚驻扎的有效期限 延长到25年 事实上 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俄罗斯 大量的上下游产业链 也是和俄国千丝万缕 根本不可能彻底和俄国对立 投向西方 但老美可不管你死活 他们又发动了第二次颜色革命 还是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口味 2013年12月15日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 不远万里飞到基辅 在独立广场上 深思历劫的吼道 我是来支持乌克兰人民正义事业的 美国会支持乌克兰 融入欧盟 一体化的进程 结果第二年 亚努科威奇流亡俄罗斯 秦美派的波罗申科当上了总统 而且这一次 波罗申科彻底不装了 上台后 先是把国内的黄金储备 全部换成了美元 就连财政部长 也是刚从美国国籍 换成了乌克兰国籍 老美的这一手 只能说是老鼠咬了牛屁股 鼠石牛逼啊 不过 秦美派再次掌权后 乌克兰的经济依然没有起色 2015年 乌克兰GDP下降了9.9% 工业生产总值下降13.4% 超过500万人失业 到2018年 乌克兰与示威运动之前相比 已失去了20%的工业生产能力 经济结构几乎完全被改变 波罗申科本人 更是屡背对手 指责利用权力 中保私囊 大发国难财 更重要的是 为了给西方交同名状 和俄国划清界限 乌克兰还准备把克里米亚交给北约 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那位 整整铁骨的俄国硬汉 古今大地 2014年 当乌克兰政府 还在为谁当总统 打得不可开交时 乌克兰东南多个州发生暴乱 当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亲俄势力 举行了密集的抗议示威活动 要求推翻乌克兰亲美政权 乌克兰当局出动大批警力 清理示威者的大本营 广场上的示威者用燃烧瓶 鞭炮和石块 同警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警方进行了无力镇压 最后造成剧烈的冲突 导致50多名俄罗斯示威者伤亡 乌政府的这一行为 可以说是屁股上把火罐 作屎啊 惨剧发生后 东乌克兰人异常愤怒 他们冲进当地的兵工厂 武器库夺取武器 许多乌军士兵趁机跟着反水 迅速占领当地政府大楼 很快成千上万的武装人员 出现在了乌克兰东部的全境 至此乌克兰东西分裂 内战一触即发 乌克兰当局派出军事力量镇压 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战争 直到9月初 乌克兰军方损失惨重 多个陈建制部队被重创或被打垮 东南地区青俄反对派 也伤亡惨重 这个时候 那帮没心没肺的政客们 还在忙着总统选举 真成了大麻子敲门 坑到家了 直到同年5月 波罗申科上台后 乌克兰新政府 在欧美军事物资的援助下 调集了十几个旅 数万军队 坦克与米格战机骑上阵 气势汹汹 扑向东部 没想到此时的反抗军 明显也被武装过了 他们采取了诱敌深入 化整为零的战术 大力袭击政府军后勤撤退 打得政府军焦头烂额 再加上俄军 从境外直接提供火力支援 乌政府军成了二奶回娘家 无功而返 此后长达数年的事件 乌克兰陷入了内乱之中 六万余人阵亡 而就在乌克兰内战爆发的同一时刻 湖金大地准备的后手发动了 2014年3月 克里米亚突然出现了一群 不明身份的战士 他们身穿草绿色的迷彩服 没有任何军队或国籍的标识 背着的武器中出现了 SVDS狙击步枪和PKP通用机枪 是俄军中精锐的海军陆战队 或者散兵部队 他们训练有素 行动坚决 克里米亚各处的军事要地 将整个克里米亚进行了全面控制 此时乌克兰已经一片混乱 而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快速而坚决 且没有流一滴血 当俄军彻底控制了克里米亚时 乌克兰政府以及欧美那帮犊子 还在目瞪口袋中 不得不说普京大帝这一手 生动机器 真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 与此同时 乌克兰亲欧派与亲俄派的矛盾 也不断激化 前者取得了政权 后者则索性地在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等地组成民兵 进攻州政府 试图夺取当地政权 最终东部亲俄武装 控制了顿涅斯克州和卢干斯克州的部分地区 分别成立了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接连丢了这么多地方 乌克兰真成了鸡居蟹搬家 绷不住了 而那些貌似强大的西方国家 却文思不动 更可笑的是 直到今天为止 老美为乌克兰化的那个加入北约的大饼 依然没有实现 或许他们要的只是一个 足够混乱的乌克兰 谁当家都无所谓 只要跟熊将对着干就行 所以乌克兰 从选择了将命运 寄托在别人手中开始 就注定了最后的悲剧